这一节我们就集中讲一下其中一个相关的板块 就是中资电讯股 又高息而且又相对地稳阵的 中移动和中电讯都明显是比市场强 这两只先后都升了上50天线 就是比恒指快可以成功收复这个位置 但是电讯股近期就没有什么新闻带动 中移动有少少的新闻 最期待的就是8月中回A 你获得受理之后究竟什么时候真的获批 当中看到的情况就是 是不是真的电讯股近期开始有资金流入呢 到底有些什么憧憬在里面呢 其实电讯股就便宜了 因为始终你说见到估值上来的话 见到一个市盈率 好像中移动说的就是 就算你说反抽那么多上来都是七倍 那七二八就算你说今天来说 都还是十倍不够 那八倍左右而已 所以其实估值比较便宜 再加上股息率 股息的状况其实是派得比较高的 尤其是你看到中移动 其实过去这几年 其实那个派息的状况 都还是比较乐观 如果你说政策面 其实就现时来说 就不是说太多的款式 尤其是你说之前一些 叫对这个科网平台 教育 或者医疗 各样 其实就针对不到这个 这个叫这个 这个叫这个 这个电讯业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我想就基本因素上 可以慢慢改善 尤其是你看到 个阿福之每月付费用户 那其实就 几间都可以有一个回升 这一点我想就 就五支方面的带动了 都帮到它一定的手 所以在这个政策面 大家都还是 变化当中的情况下 那限电也都好像 不是太关他们的事 所以在这个氛围下 其实也都可以成功 吸纳资金 反弹出现得到的